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番外之下花 第31-32集,把你当成巧克力 路易一口气吃了两颗止痛药 没想到,脚痛没有丝毫缓解,反而更加疼痛 或许是药物的副作用 路易刚一下车,胃部就传来一阵恶心 他捂着嘴靠在垃圾桶 将早餐全部吐了出来 蔡蔡吓到了,给他递了纸巾和矿泉水 路哥,你还好吗? 我没事 路易苍白着脸色说道,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不舒服的话,我送你回家休息 路易摇摇头,早上还有个会要开 不好请假 蔡蔡只能慢慢扶着他去了公司 一边走一边感慨,你肯定是早上在门外站得太久 你这腿啊,真是苦 呵呵,路易不在意地笑笑 放心吧,会好的 早上路易还说会好,到了下午 他就撑不住了,白日里就靠着一股劲,到了下班 他实在走不动,也不敢再走 给蔡蔡打了一个电话 蔡蔡,你现在有空吗? 能来接我吗? 路哥,你等等 明天有家店开业,我现在得把花篮提前送过去 蔡蔡那边十分嘈杂 路易了然,便挂了电话 他现在这种情况,估计晚上只能在办公室休息一晚了 正当他准备躺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办公室的门敲响了 他撑着腿痛去开了门,站在门口的,竟然是金夏 你怎么来了? 路易惊讶地问道 蔡蔡说你身体不舒服 她没空,让我过来看看你 金夏来得着急,此时还喘着气 你进来做会 他侧过身子,想去给金夏倒杯水 你别动了,再动你这条腿,真的要废了 金夏按住他 见他走得无比吃力 按理说,出院之后,他该好好在家休息 结果立马回公司上班 伤情加重,也是意料之内 我,路易说不出什么话来 你是不是很痛? 金夏瞧出他面色不好 嘴唇苍白,满脸憔悴沧桑 我陪你去医院,你吃止痛药也不是办法呀 是很痛,痛得走不动路 所以我才会给蔡蔡打电话 路易老实交代 不过,今晚我不回家,就住办公室 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是会逞强 金夏气得吼了他一句 他不单单是气他,更是气自己 气自己放不下 气自己爱管闲事 只要和他有关系,就做不到冷眼旁观 路易被他吼住了,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金夏小心翼翼扶着他去了医院 医生掀起裤脚检查的时候 金夏倒吸了一口冷气 受伤的地方肿了一大片 这是伤口处发炎的症状 还是要多休息 否则后续要做手术治疗 医生开了一大盒药 嘱咐回家要多热敷 听到没,要多休息 金夏无奈地说道 你说你这么拼命,何必呢? 我不好请假 路易尴尬地说道 世界没你,照样会转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否则,你会一直好不了 金夏无奈地说道 你好好想想 是要腿,还是要工作? 还是要腿吧 路易慎重地考虑了几秒钟 我尽量请一个礼拜的假 我一个个体户都知道 你们有劳动法保护 金夏说道 你这是工伤 我明白 只是 这种事 谁都不会闹打 路易平静地说道 随你吧 我送你回家 金夏不想表现得太过关心 普通朋友 才是他们最安全的界限 我今天都没吃什么东西 想吃点夜宵 路易说道 他这一天 确实是被饿惨了 别吃了 先回家 好不容易回到家 路易已经饿得腿脚发软 我真的饿惨了 他无力地靠在沙发上 你别着急 我先帮你热敷 金夏拿出一片热敷药膏 蹲在他的身前 小心翼翼地贴在他的腿上 医生说要多热敷 他一边贴 一边叙叙叨叨说着 完全忘了自己和他的关系 有多尴尬恶劣 见路易不回答 还以为他真的饿傻了 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点外卖 他刚站起身 路易一把将他拉进自己的怀里 四目相对 他开口 我想 话音未完 按住金夏的后脑勺 重重地吻了上去 他的吻充满着攻击 金夏被他亲的头脑发昏 忘记了挣扎 直到他被他压在沙发上 头发凌乱地撒在胸前 他才勉强清醒过来 路易 他别看脑袋 用手抵住他的进攻 你冷静点 看清楚我是谁 路易心口凌乱 只有吻他 才能好受一些 原本饿到极致的肠胃 这会儿竟然失去了知觉 他不觉得饿了 更大的空虚在等着他 对不起 他靠在他的肩膀上 冒犯了 金夏狠狠将他推开 瞪了他一眼 这就是好心美好抱的下场 他决定不再管他 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包包 就要离开 路易拖着腿 追他到了门口 惊吓 你到底想做什么 路易 惊吓气不过朝他吼去 路易不舍 心头苦闷无处发泄 腿伤又迟迟不好 工作爱情无意顺利 又空着肚子饿了一天 这会儿整个人晕乎乎 站立不稳 可怜兮兮地看着惊吓 我真的很饿 一天没吃东西 我滴血糖饭了 头晕 金夏被气笑了 你饿了 就想把我吃了 我又不能生吃 说完 又觉得这话暧昧 尴尬地掏出手机 我给你点外卖 你别生气 他按住他的手腕 无比肯切 我知道我错了 大错特错 我想补救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省点力气解释 别真的饿晕了 物质丰盛的年代 饿晕可是会上头条新闻的 饿晕了 要送医院什么课室 金夏还没有搞清楚 路易乖乖闭嘴 他全身都难受 难受到快要爆炸 见他这样恍惚难受 金夏也很不下心 丢下他不管 拉着他坐在沙发上 警告他 你要是再像刚才那样 我真的和你绝交 我答应你 路易认真的保证 我刚才就是没忍住 特别想亲你 把你当成一颗巧克力了 打住 我不想听 金夏红着脸 去厨房帮他烧了热水 等了一会儿 外卖终于到了 终于打破这难言的尴尬 他点了一大份生滚牛肉粥 装在砂锅里 热气腾腾 肉香夹杂着米香 鲜香四溢 让人胃口大开 路易一口气吃了三碗 乐易才稍稍减退 还要再吃 被金夏拦住了 别吃这么多 会撑坏的 我 路易抱歉地笑笑 放下碗筷 谢谢你照顾我 别误会 我只当你是普通朋友 金夏平静地说道 你快休息吧 我要回家了 路易收起脸上的笑容 看着他换鞋离开 他无奈地发现 自己根本就搜索不出好的理由可以将他留下 他在这里的 等会下搜索不出好的理由